你又發現,剛才我不管是放鐵鑰匙也好,不管是放碳棒也好,我們的腹疾都會生誰啊? 我們的腹疾,不管我放的是鐵鑰匙,不管是我放的是那個叫做碳棒也好,我的腹疾都會產生誰呢? 我們的腹疾No.14 反正什麼?腹疾會生誰?銅座,為什麼要感覺好像很不肯定的樣子? 所以我如果把腹疾改成銅片,是不是還是會生銅?沒差對不對? 好,那我電鍍的時候正經銅片,我現在把腹疾改成銅片,那麼就會變成什麼意思? 變成叫做以銅為電極電解流三頭,就是我們做實驗,記得嗎? 第一個叫做以碳棒為電極電解流三頭,第二個叫做以銅為電極,就是這樣子 所以考試的時候請你注意,我考你電解流三頭,請你要注意 我考的是碳棒為電極還是銅棒為電極,這兩個腹疾有沒有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都是生成銅力是生成頭,可是正經會不一樣 一個會生成氧,一個會生成銅離子 所以請看清楚,我考的是以碳棒為電極還是以銅棒為電極? 那麼這裡腹疾會長出銅來,這個銅很純,這個銅很純 好,因為就是銅而已,沒有別的東西 所以這個要做,那我可以把左邊,左邊不是銅掉下來變銅離子嗎? 所以左邊的銅不純,正極的銅不純,負極的銅很純 然後我就把銅精煉了,變純了,叫做電鍊 叫電鍊,意思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其實跟電鍋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 好,跟所謂的銅是一樣的,好,一樣的,電鍊,OK 那,注意事項,好,當然,他要什麼電呢?他應該用什麼電? 他應該用什麼電? Number,應該找一位帥哥,沒有帥哥 有三一 用什麼電? 聽說,我們應該要用的是直流電 然後就有一些,然後呢這個電流不可以太大也不可以太小 太小電很久,太大會太熱,然後會有氧化白液什麼之類的不好 而且要穩定,不要忽大忽小,這樣還能夠電得非常的均勻,電得非常的牢固 然後接下來有幾個無聊的東西,可是烤是會烤 請用沙子除鏽,氫氧化那去油汙 藥度的東西要乾淨,然後不要有鏽,所以沙子除鏽,不能有油 所以氫氧化那去油汙,薄二的膠過,鹼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對不對? 所以氫氧化那去油汙,還有再一個無聊的問題,有人會問 先拿蒸餾水沖乾淨,再拿丙銅沖一沖 因為丙銅揮發性比較高,弄完就很快要乾掉 所以這幾個沙子氫氧化那蒸餾水跟丙銅是超級世界無聊的東西 可是它就是會烤,就是會烤 對,問題要怎麼除鏽,要怎麼去油汙,它就是會烤,你給我備好 你給我備好,先用蒸餾水再用丙銅,你就給我備好就對了 好,所以要用止流電,然後呢,沙子除鏽,氣氧化那去油汙,先用蒸餾水沖,再拿丙銅去沖它 OK,這要做電度的注意事項 然後呢,電度之後,講說它跟那個電流的大小,濃度什麼都有關係 基本上呢,溫度不要太高,不要太低,電流不要太大,不要太小,要穩定 然後材料的度得非常的漂亮,它會非常的結實 可能要靠一些經驗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電度是有汙染的,因為它都是一些金屬啊 所以有一些重金屬的問題會有一些 所以電度液很容易,它這個水如果亂排,就很容易造成環境的汙染 歷史上台灣發生過,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還有像那個銀啊,它也沒有氫化物,那個有毒啊 那個有毒,那就更要小心注意 剛剛講過那個電度液的那個廢水有問題啊 有一些壞處,我們舉個例子,並無例 即使台灣所有的蚵仔,通通都有任何地方的蚵仔 通通都有重金屬含量過高的問題 只是因為當年這個是比較轟動 因為歐朗還會是綠色的 綠色的 為什麼綠色含銅黎酯過多 銅黎酯是藍色的 沒有那麼多到的程度所以看起來是綠的 可以吃嗎?可以吃?吃下去不會死 它只會在你身體裡面累積重金屬 累積到某個程度之中,底臼都會開始發病 但是它基本上,它基本上不是毒藥 吃下去是不會死消效的 消效就不會死消效的 這是一個我們的電鍍的污染的實力 綠牡蠣事件 OK 請你弄清楚 紅磅電解、硫酸酮、正極產物、負極產物、半反應 半反應 只要增加還減少顏色、變色還變遷 給我備好